在这一集里 我和小乔去看了一个梦想车库 不对 是想都不敢想的车库 又要拍摄吗今天 行程为什么安排得那么大满呢 这不是给你体验不同的东西吗 体验三天其实已经体验多了 你不开心的话我怎么好呢 你想我怎么样以后你今天不开心 请我吃 肯定器 可以 到车吧 你上车我帮你看位置吧 就是有人停在我们门口了 今天做这个吗 你必先选吗 我要做这个 今天能让你不忘此行 你好你好 谢谢 你需要有人开吗 在报给我 直接就上去吧 小总来 直接就上去吗 你上去嘛 鞋用拖吗 不用 你想啥呢 你想拖也可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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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小主你在幹嘛 坐這啊 不是坐老闆位 你多全問一個才是老闆位 這是幼度的 喔喔喔 有點反應好不 因為我的咖啡沒拿喔 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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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可以 有桌板的 我關不回去了 桌板 你以為他這個桌板就是他這個屏幕 哇塞 他不需要背家是有理由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那天帶我去那個 咱們去了那個店裡看 你就是為了先讓我熟悉一下嗎 我完全 我完全沒有說過 不是我是先給你 預熱一下 不然你看到今天的這個東西 你會有點 我怕你心臟小心臟承受不住 小小你要知道啊 就是 跟那些車相比的話 今天這台幻影 就僅僅是一個交通工具 你知道嗎 你就是一個很珍貴的香港 我先把它給喝掉 我覺得是最好的 好 好了沒有了 怎麼 我的手黏黏黏 哈哈哈哈 老師來是還是要比兵力更好一點 而且他整個座椅你知道嗎 坐進來就像坐到了 嗯 遊艇的那種座椅上面 我覺得整個感覺哥覺得非常好 像是坐在一張毯子上飄過去 但是我現在有聽到一點點 我的聲音跟 是從哪裡來的啊 我覺得應該是 一個那個 拍照有一點點 對 反正我坐在這上面吧 我覺得說我是感覺不到這種 路感 我試過在無數的車上面去進行這種 化妝跟補妝 因為你知道我們一般拍攝行程都特別乾 但是這個 它光打下來 讓我覺得說自己真的是 特別漂亮 特別美 無比的漂亮 它這個是個暖光 Oh my God 這種光子 你看 Jacky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這說明 拍檔要給小喬配亮老斯萊斯了 對 你之前不是說愛爾法就OK了嗎 你覺得我坐在愛爾法上跟坐在勞斯萊斯 像是同一個人嗎 對 我想知道這台車其實已經多少年了 10年了 從那個中空就能看得出來 它是上一代的這個環境 所以我從來都是把你關上的 這個感覺是最好的 有點擔心我太過習慣這種生活了 這樣不好 不踏實 來吧小喬 沒有啊 算了 這是咱們的第一站 我們終於看到 就是剛才這個司機大佬本人 Brian 所以這台車是你的嗎 是的 那這些車也都是你的嗎 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吧 為什麼一個人能擁有那麼多台車 這是個好問題 我們是專門做車的 二手的 對 這些車看上去非常非常新 這個吉姆你不是剛上嗎 沒錯 剛上我們都有了 剛上我們都有了 沒錯 為什麼換得那麼快啊 二手車在澳大利亞很快就變直 哦 所以他們就可以開一台車 然後把它換成另一台進行的二手車 所以它基本上是在以一個比較優惠的價格 一直在開挺新的車 沒錯沒錯沒錯 咱們打比方說這一台車 這一台車在16年的時候 全新的時候一定在30萬澳幣以上 因為這是一個長軸距的頂配的路虎 對150萬人民幣 150萬人民幣 它的保值率是相對比較高的 Mercedes G63 在我們那也會很保值 那像在澳洲有沒有特別不保值的車 因為像在我們國內的話 其實馬車GT就是一個不保值的模範 挑的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在澳大利亞基本上 它也是一個怎麼說呢 我們叫resale value 就是它的貶值率會相對高一些 我們做個勞斯萊斯來斯 來看這些車是不是有點太普通了 這些車我們國內也有啊 看來我得帶你去看看其他的車 你沒見過的車 就看這些啊 Huricon嗎 GT3嗎 那台K門GT4 比較特別一點了 但也不值得開個那個 老斯萊斯來斯來看吧 是 你說的有點道理 會不會有點太大陣戰了 樓下有一些我們自己收藏的一些車 帶你去轉一轉 好吃不應該都展到外面嗎 來我帶你去看看 這才是什麼我不認識 你覺得帥不帥先首先 超酷的 我沒有見過奔馳有這種那麼誇張的設計 這個是我的dream car 是我真正的dream car 是什麼 你來看一下 來來來我看一下這個邊 看到這什麼logo了嗎 奔馳不要叫mcclaren SLR 名字叫SLR McLaren 是麥凱文當時還沒有做街車 跟悶之河做推出的一款嗎 那個 那個 什麼感覺 精妙絕倫巧多天公 是不是 誒 這是左動車誒 是啊 你要堆進去奔馳可以插他進去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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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我的老寶馬差不多 來 我宣布我不知道 在中央 看到彈簧堡了嗎 有一個導彈發射的位置 誰知道導彈發射 我又沒有做過導彈 什麼呀 你跟我說 在哪 片 五指 我的天 哇 而且你聽到就是 這個就是 Supercharged 進行增壓的聲音 那個 激增已經屬於那個時代了 現在所有德國車都已經沒有再激增了 這是激增的hypercar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 這就是這個獨特的魅力 你聲音好一半了耶 你聽這個聲音 你再踩一下 嘶一下 你不走啦 我們後面的歌比這個可看的多很多 拿起來吧 這是一台964的Turbo 萬漢主角 萬漢帝王 笠樑 เข 好新的 新有點過分 可以了 阿慧 阿每次都會摸到我的腿 我剛剛又嚇到了 我以為他就是慢悠悠的 帶我們轉移圈上去 然後那條直路 他直接就一腳由我們躲下去了 而且你有沒有感覺那個雪花 特別的舒服 你現在寫的就要 其實要沒那麼硬 有點穿右的感覺 開心嗎 往走 開心嗎 那我想挪一下車 笑容逐漸僵化 好他媽快啊這個車 真的喔 他這個是非常不符合人體工學的 我整個人的坐姿是 這樣子是朝這邊的 朝這個中心的 很奇怪 那你整個人有點斜斜的 太奇怪了 那時候都幫我自己 又無言不要用來幹嘛了 不然現在沒有用 這樣踢起來 把我這裡掛一點就弄掉 然後是多一點 太奇怪了 這個油門他們 就雖然我不能像他這麼開 但其實這台九流四 我本來以為他會非常非常的老派 但其實開起來以後 就我自己覺得跟鞋帶的車 並沒有什麼區別 其實如果想跟他代步來說的話 我甚至認為他可能比我 那個 BLC代步還要載好一點點 我說現在只感受到它九流四的部分 並沒有感受到它 Turbo的部分 但這個車是 真的快 就是你很難想像在三十年前 四秒多的車 大家剛才Brian跟我說呢 說這個九流四 這個SLR呢 也僅僅是來部車 就現在我們要去一個 只是前菜 現在我們要進入到主菜的部分了 就是這些才叫做真正的收藏 所以我也特意蹭了一下這個要因 然後墨鏡先戴上 像個買主一樣 才能過到這個collection裡面出來 好 這敞篷車擦防晒太真實了 要增到車上去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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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搞笑了 出來威 一定要敞篷 但是澳洲 這個抽養成穿了個洞 所以沒辦法先抹上 戴头盔 我感觉你坐这台车很对 年轻 对吧 又年轻又有活力 我觉得你坐这台车也特别对 空虚 空虚少爷 不空虚 但是这个刊威是真的难看 讲真 不是一般的难看 一开宾历的感觉 真的不是送你一点半点 你如果问我说 你哪个更好 我觉得 我像一个喜欢老这台车 但是 你说的是你更喜欢劳斯莱斯的那一种 还是敞篷自己开的这种 你摸镜尼敞篷还是这个敞篷 这个敞篷 没得比 没有任何可比性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吧 什么 新的车整个底盘的那一种 会有了更多这种电子技术吗 对 那种隔绝更加更加像是飞行 像一张磨毯一样飞的感觉 首先夜 这个方向很明明 但是因为这个车身 相当于胸外又比较软 所以车身向今会比较慢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 特别特别的对 哦 他这个过弯的感觉是 应该没感觉他在过弯 应该是放弗并没有过弯 其实他在过弯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做到这种 没种 真的是 就是所有的动作都是那么那么的 Smooth 老实在是他这个痛力这种柔顺的 只用了他10% 就是10%的动力 只用了10% 拍到点 觉得怎么样 非常有底气 但是真的一点都跟暴力扯不上关系 什么声音都没有 你觉得他就是那么优雅 唯一有的感觉就是这个风 刚刚好吹过我头顶 帮我再揪头这种感觉 我们不能说人民币的快乐 这个就是奥运的快乐 很不优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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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你请Brian给你开门 走 我家里我真的认识 右边的认识吗 你刚才吐槽过人家 哇塞拉蒂阿 哇塞 那个是Mura Mura你认识啊 对那个睫毛弯弯那个 哈哈 那我不知道耶 Mura就是 哇好新啊这台 牛的前手 这一台应该算是 中字后曲超跑的鼻祖 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那个配器机构那些都能看到 是横置十二纲 听说当年是特别难开 所以蓝波竞技难开的名字 其实从Mura开始就有 毕竟是个做扣拉机的嘛 我想问一下这台的售价现在是多少 一百股帅的朋友 哇哟 哇哟 来试一下 哇 它下面的这个踏板的那个弹簧机构 是全部都是裸露的 心潮澎湃的感觉 但是当年这些车的坐姿都是反人类的 他那个说也不容易不好受对吧 但讲真其实 我觉得这个横置的变速箱 他那个手感只要一老了以后 每一下进去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有一点深色的感觉的 就并没有说那种重置的发动机 直接在这的那种感觉 还那么好 那时候就蹲在这 好奇怪 但是就是好喜欢 然后你还能坐在这个 那么准备 不好意思 我的车坏了 这个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车款 这台车是1951年 它是宾利 叫Bob Peterson 这个Bob Peterson 专门做宾利的老车的 翻新 翻新 这台是一台老车 飞机引擎 就是改成了民用版 放到汽车上 这个不需要拖鞋 不需要 所以你要不要问一下 这台车的价值多少 我猜吧好不好 就是得要300万澳元 还是挺精准的差不多 1500万的民币 一点都不贵 一点都不贵 真的 非常不贵 Joba Spider吗 这台车一共有918台 这个颜色叫Asic Green 全世界只有两台 这是其中一台 这是其中一台 这一台大概要卖多少钱 超过2000万的民币 这台车带250万澳元 人车好像带100万左右 它自己长长了100多万澳元 这台车是第一台进入澳大利亚的保时捷 这个牌子就保留了当时进到澳大利亚的那个牌子 60多年了 还是这个牌子 五一年的车 走开走开 让我来感受一下 保时捷专用 我的大腿卡在了方向盘这里 就讲真的 如果你觉得921Y的话 其实这台歪的更厉害 您好我这么做 歪到这里了 有没有时代感 有时代感 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一切不合理 放在金石心里都是合理的 保时捷当年其实那种豪华的感觉 并没有像冰地亚马丁那种 它是后面才豪华 其实当时候甲克虫是给普通的 给中产的人开的 然后保时捷可能是给一些 更稍微德国富裕一点的人开 但其实它还是一台国民车的这个样子 一走进来里面就发现 然后跟那边的那两台不是一个概念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那边的一台 我觉得那个 那个才是我的Dream car 这台是300SL的场合 哦 它不是高温啦 就是高温是那样的 高温的话就好了 这一台车一共1858台 你刚刚问你好像才几百台是吧 几百台多了 可能有两百台都没有 嗯 其实之前呢在广州有一台这个复刻版的 这个300SL 哦我知道 对那时候要价三百多万就是复刻的 比什么都全都错了 对但是你看到这个中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切都是这么的和谐 哎 其实现在新车那些隐藏式车门把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给它们 它也这样拉开 跟特斯拉摩托三是一样 但你哇这个奔驰的关门声音还是 你有没有感觉是奔驰在当年那个豪华感 还是要超越宝石阶多很多 多很多 那个像是一个儿童玩具一样 你听一下这个清脆的换挡声音呢 SENA对吧 S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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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 Expose Carpon Body 正车 所有你能看到的全部都是团纤维套件 但是它这个上车真的不怎么好色 所以当一个赛车手并不容易 这台要卖多少钱来这 这台 我们是265万元 这算是 算是在这里比较便宜的车了 对对 限量第252台 所以其实来到这台车上面你就知道说现代车就算是这种 Hypercar的话 它的整个人体工程学也是要比那种年代长远的好太多太多了 现在坐到这上面就是舒服 我觉得女车主还不错 男车主好像 就不能穿短裤 全是腿毛 这个在这里 这是空的 这是窗 它窗子有这么大 来 这个压感的声音都特别好听 顾佳迪应该怎么看 先从他的后面看 因为它最经典的是16缸 感受一下 真正的感受一下 布加迪做的局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那这也是一台左舵的 这样一台左舵 所以在澳洲的话 左舵就是怎么在上台呢 一年年底或者明年初的时候 左舵的车也可以进行register 就是也可以注册上路 咱们要瞧瞧我们布加迪的感觉如何 就是这个布加迪里面 其实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相对暴力的感觉 对 我看过这台车的service 上一次的service单据 花了21万欧元 21万欧元一次保养 我想知道买这些车的一般是些什么人 买这些车的人 他肯定有同样的藏品 好多台 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们自己知道下一台他们要买的是 这一台你认识吗小乔 这一台才是 我知道他肯定很厉害 但是我不认识 这台车就是马沙拉蒂的MC12 全世界限量50辆 只有04年跟05年两年生产过这个 很多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马沙拉蒂 这车的单 如果在澳洲卖加税了以后 完税以后大概的价格在650多 3000多万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放正中间了吧 所以这一台是这里面最贵的那一台吗 价值上这绝对是最贵的 其实最早是从韩国来的 没想到吧 它是为热芒设计的一台赛车 它里面其实还是有类似的 它这个是一个名用版的 它是可以名用版的 它是赛车名用版的 它是赛车名用版的 对 是COOF1的赛车 就是你要知道每一次呢 就是有键盘车声 就是当他们有人说什么 马沙的什么Ghibli啊 很垃圾什么时候 但是你每次都看有一个键盘车声 就会站出来说 马沙曾经有一台叫MC42的车 那可是真正的马沙说的就是这一台 就是你要明白就是来到这种 大家心目中的这种 听都没听完 已经不是Dream car 级别的车这里的话 就给人的这个感觉 怎么说呢 已经不圆梦这么简单了 我觉得是 我觉得Jacky给了两分钟 让他好好地车里一个人感受一下 车的感受 我挺想知道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其实我感受到的就 应该说 你来到这里你会感觉到 汽车就百花齐方的年代 你会发现每个品牌 他在造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理念 都有一种 就自己的特性的这个理念 我向往这种以前的那种感 无论是跑车 无论是跑车 无论是豪华车 这些东西就是已经过去了这个时间 我觉得这个就是老车这种魅力 这个就像一个时光隧道一样 对于我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说看到这些车想哭了 因为它是这台车是他们儿时 只有在海报上 只有在电脑上 只有在当时的图片上能看到的 今天你能真真正正的摸到它 所以这些车的车主都是接什么人 所有的这些车都是一个人用的 我感觉你 我想要交给他 下一集 我们将去到旅程的最终目的地凯恩斯 开着11代SCI 跑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拉力赛